現在可以做早餐 你要做什麼早餐? 麥片蛋 麥片餅對不對? 其實你很久以前有做過 但是因為那時候你還不會用火 是我倒下去嘛 你只有幫忙拌 那現在你要整個都自己做對不對? 對 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加一顆蛋之後 把喜歡的口味的麥片 倒進去拌勻之後 然後鍋子加一些油 這樣直接煎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可以了 然後來開火 有 然後其實有沒有加油都可以 因為它其實不太會黏住 對 要久一點 加油吧 一點點 它應該不會 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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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 一顆 它的材料非常簡單 一顆蛋跟麥片 我覺得麥片加的有點多 應該還好 要先把鍋子裡面的油 對對對 絞一下 你忘了 因為炒飯沒有絞 但是因為你要煎平的東西 所以你要絞一下 然後火會再大一點 太小了它不會熱 因為它可以煎至少 要燒到麥片 可以蓋蓋子門會比較快熟 可以蓋蓋子門會比較快熟 大家也可以這樣做看 非常簡單 它材料就是只有麥片跟蛋 其實你剛忘記加鹽了 如果加一點鹽會比較好吃 可以加一點鹽進去 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這樣加會不均勻啊 因為你用手指頭抓一點然後這樣子撒 我拿一下 練一小撮然後均勻的撒 但其實應該是要打在蛋液裡面的 那你忘記了 蓋子 拿回去 拿回去 要翻面刀 正中的鎗 還不錯 慢慢聞一下 再搬進一次 搬燈 你可以翻回來看看他熟的嗎 還沒吧 咦 爛了 不用一隻鴨沒關係 因為鴨扁了口感會不好 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有點像在煎鬆餅一樣 這樣一個就好了 吃看看 你可以先吃看看 你要煎三個 那等一下再煎吧 你先吃看口味 嗯 有跟我煎的一樣嗎 怎樣 吃看看 煎餅差不多了 煎餅差不多了 吃看喔 嗯 不一樣 一驗 你的麥片已經 軟掉了 嗯 不脆了 就是你要煎更快一點 火大一點 然後翻快一點 馬上拿起來的 麥片就會脆脆的 下次再加油 好 讓我再做 掰掰 那希望他繼續做 好